好,现在开始第一到三题 每题你会听到一段话 请在低声后复述这段话 现在开始第一题 1.兔子在乌龟面前炫耀自己跑得快 乌龟不服气,提出要与它比一比 比赛开始后,兔子一路领先 看到乌龟被远远地甩在后面 兔子心想,不如先休息一会儿再跑 于是,它在一棵树下坐了下来 结果不小心睡着了 而乌龟慢慢地超过了它,成为了冠军 二十方便移时下车 三十五个月 如今云龟根宾 那是与立了 结果我们准备了 两个月 才是乌龟面前炫耀 我闭妹 小马尔 给产生的人 谢谢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 乐观的人总能在危难中看到机会 悲观的人却只能在机会中看到危难 就像面对半杯水 有的人庆幸自己还有半杯水 有的人却感叹自己只有半杯水 想做前者其实并不难 你需要做的只是改变看待问题的角度 看到拥有的那一半 并享受已有的那一半 这就是幸福与快乐的秘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3. 军政懂管理的人不是势必公亲 而是把离自己最近的人管理好 再让他们去管理下面的人 习惯于埋头琐碎小事的领导 其敬业精神固然可嘉 但并不是一个优秀的管理者 正如在战场上 元帅的作用不是冲锋陷阵 而是指挥好手下的将军们 让他们在指挥好手下的士兵 从而达到统帅千军万马 协同作战的目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而乌龟慢慢地超过了它 成为了冠军 乐观的人总能在危难中看到机会 悲观的人却只能在机会中看到危难 就像面对半杯水 有的人庆幸自己还有半杯水 有的人却感叹自己只有半杯水 想做前者其实并不难 你需要做的只是改变看待问题的角度 看到拥有的那一半并享受已有的那一半 这就是幸福与快乐的秘诀 均正懂管理的人不是势必公亲 而是把离自己最近的人管理好 再让他们去管理下面的人 习惯于埋头琐碎小事的领导 其敬业精神固然可嘉 但并不是一个优秀的管理者 正如在战场上 元帅的作用不是冲锋陷阵 而是指挥好手下的将军们 让他们在指挥好手下的士兵 从而达到统帅千军万马 协同作战的目的